大家好 这节课讲一下 在正式把WordPress网站 接入到小程序之前 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第一部分 下面的这些工作 在后面的小程序教程中 也许不会详细讲解 这里面都有什么呢 第一就是 服务器的购买准备安装 这些是不会详细讲的 推荐大家使用宝塔Linux面板 如果不会用 请看我们的宝塔Linux面板 新手教程 第二个是WordPress网站程序的 安装与网站搭建 说白了就是用WordPress 做网站 这个也是不会详细讲的 因为这个内容很多 请看我们的WordPress 做网站系列教程 第三 HTTPS证书安装 这个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申请 宝塔面板也可以免费申请 其他请咨询主机服务商 或者是第三方的提供商 问问他们是如何申请 如何安装 第四是WordPress 伪静态的设置 这个设置 宝塔面板也自带 知道我为什么推荐 宝塔Linux面板了吧 因为很方便 不同主机的伪静态设置方法不同 还是要问主机服务商 第二部分是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咱们提前做个准备 第一是微信小程序的开发环境 这个是一个软件 普通的电脑就可以 最好CPU和内存好一些 高一些 因为微信外部开发工具 占用资源比较多 Windows和苹果Mac电脑都支持 第二 申请微信小程序 推荐用企业作为主体 还要用企业银行账户 给腾讯银行账户转账 这个钱还会回来 只是作为验证使用 第三 个人主体的小程序 会受到很多限制 不建议 比如无法实现一些功能 重要的是 它不能发布文娱资讯这个分类 提交审核不会通过 第四 是网站域名一定要备案 备案时间比较长 这个要提前做准备 第五 如果你网站用的是 阿里云的虚拟主机的话 经过官方确认 阿里云的虚拟主机 它不支持SSL加密 要换用阿里云的ECS服务器 或者是其他厂家的虚拟主机 一定要支持SSL加密的 第六 小程序里面的内容 是在网站里管理的 要先准备好网站内容 另外 Wordpress的版本 就是Wordpress自身的那个版本 不能太低 最好是升级到最新版 比较低的版本 无法正常使用 接入小程序之后 网站的日常维护和更新 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 接入 小程序相当于是一个出口 输出的内容 全部来源于网站 至于展示的是什么样子 这个要设置和修改小程序代码 小程序的样子 建议使用默认的公版 不建议做大量的定制 我们只要把网站的内容 能输出出去就可以了 我们的教程也不会做过多的定制 下面说一下 我的这个小程序案例的基本情况 OX宝箱这个小程序 基本上是公版代码 没有太多的定制 大家可以对比我的网站和小程序 就是用电脑和微信小程序 里面同时打开 做一下对比 用电脑浏览器看网站 这是一个输出版本 用手机浏览器访问网站 又是另外一个输出版本 再用小程序打开看 这又是一个输出版本 这三个版本的内容 圆是一样的 同样的内容 在三个平台上展示 我用的这个wordpress主题比较特别 它有一个手机版本的优化插件 比响应式更高级一些 它会精简大量的网页代码 把内容直接输出到手机上 当然这是个题外话 普通的显应式wordpress主题也是可以的 我用的是阿里云ECS服务器 和宝塔Linux面板 域名是国内的 以做企业备案 主题用的是newspaper wordpress是目前最新版本4.9.5 准备工作就到这里 下次可见 你发现早稍后 发现了主题 Frau 年轻松